虽然现在有些花有的茶花花苞还没有开始绽放 但是有些花有的茶花呢 现在已经基本上开完花了 那么茶花在开完花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修剪呢 特别是现在的冬季 其实这个时候修剪非常的简单 一般茶花开花都是在顶端的枝叶上面开花 那我们等到它开完花之后 在花下往下锁大概两三个雅点处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呢 给它进行修剪就可以了 修剪之后大概直接短节就可以了 不需要剪的太多 剪的太多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缓慢 会导致它当年无法开花 所以修剪的话呢 我们直接剪大概两三个雅点就可以了 其次呢 我们还可以把一些病枝枯枝弱枝给它修剪掉 这样可以减少养分的消耗 也能让它尽快的恢复一个健壮的生长 修剪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肥啊 因为现在它开完花消耗非常多的养分 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养分 就会造成它因为开花消耗过多的养分 植株生长会越来越弱 但是现在因为冬季 我们不能用太塑效的肥料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埋上冬肥 冬肥的话就用发酵复苏好的羊分 这种有机肥 沿着花盆边缘给它埋进去就可以了 羊分的话因为营养非常的全面 又非常的温和 你这个时候埋上冬肥 等到开春之后养分已经释放的差不多 你的茶花才能够尽快的长芽长枝 那么这就是茶花在花谢之后的修剪方法 剪后一定要注意补冬肥啊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